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医疗保健 请问一下 当我们 你去先思考一下 就是清掉一个假设 当我们今天 收入增加的时候 就是说薪资收入所得增加 这个时候医疗保健 你会觉得会增加 还是减少 应该是增加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就想 我就想要去看 这一个叫做 受雇人员报酬 与这个叫做三六 医疗保健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会比它高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这边 关键影响因素 它是不是排在这里 它排在这里 可以吗 而且它的散布图 它确实在那个趋势线 就是很开的地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前面大家 这一定都是前面那些年 前面那些年 好 你要知道 重不重视自己的健康 还跟医院到底在不在 例如说这个城市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讲这句话是必须要 要拿出数据来去算 可是你要知道 全台湾80%的大型医院 都在台北市 对吧 这是事实 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可能要刻意 把台北市 因为它有地缘 地缘 很接近的地缘 要拿掉 那你会说 那新北市为什么不用拿 因为新北市其实你知道的那个医院 其实也不多 真的全部最多的都还是在台北 当然还有包省了 好 我们继续 我就只想先让你知道 就是说 它这算出来真的是有意义的 然后通常你可能算 再算几个 因为也不会有非常多 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先去看一下 这个医疗保健 所以请把这个 这个叫收入与支出 好 我就先这样写好了 先复制页面 然后把它取名叫做2 其实最好是取名叫做 谁跟谁的关系 就是受雇人员报酬 与医疗保健的关系 好 翻过来 那基本上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它的一个趋势线 它就是有整正的相关性 好 那最后晚一点 我们再来写这边 我们先来看 这个图我们只要改一个变数 就是这个经常移转支出 把它关掉 换成36 医疗保健 好 那你这样就可以拨拨看了 好 那我先拨拨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是同样都是这个轴 请你换成医疗保健 好 还有这个 这个 Y轴换成医疗保健 那相对的这边 这张图 bar不用改 可是这个折线 折线就必须要改 这个线条Y轴 关掉 请放医疗保健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一下 它跟刚刚 刚刚在大概在这个地方就已经产生 就是结合在一起了 可是这个 这一张呈现是要到2021 2019年 2020年 要到2020年 它反而超出了 对不对 所以以医疗保健来说 它会晚发生 它会晚 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原则上它的一个趋势 趋势 好 感觉这边 这边也差不多了 这边就直接下降 然后这边就直接上升 好 其实感觉 它还是在走这个趋势 可以吗 好了 来先把这张图的 所有那个2 什么经常移转之初 全部都换成 36的医疗保健